我这次还在新加坡住一个月 所以我换了9.10公寓 有个小厨房还有洗衣机 这是我的卧室 产品他们能接受吗 你觉得no fun trying 把他的手材给我一个模块 去包进这个活动里面 刚刚又结束了两个会 现在要去朋友家吃晚饭 我找到这种木材 我教他 这种花生 我教我 充满了仪式感 六人坐的餐桌 春啊 另一侧 各自都有自己的 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一起共享海景 这套房子如同天涯海角一般 好了房子看完了 记得点赞收藏留言哦 拍摄完毕了 我们在等速租车 哇好热啊新加坡 这里是乌节路最富神明的街区 附近的乌节路 乌节地铁站和购物中心 方便住客通达新加坡全城 今天我们看楼盘 位于新加坡核心的 Grant Road 屁令乌节路 在这个波兰状况的市场 探索其背后的故事 从经济背景到红产市场的温 从经济背景到红产市场的温和复苏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的乌节路 乌节路啊是全球最繁忙 乌节路啊是全球 这是个啥商场 可以可以 就是你得把它放在中间 来和英国撒黑您 二搜关注